这个是坦坦 那个是坦坦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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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开心 开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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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大小不一 这些石头存放在这里都有几十年了 这里有一个毛坑 这个毛坑几十年前 那时候我跟婆婆一家人用的毛坑 现在里面装满了水 这个毛坑就不甜了 到时候直接给它装着水 好给我淋菜淋果树之类的 这果园呢 本身是堆满了垃圾 堆满了草 石头 很乱七八糟了 因为几十年了都没有清理 就是这段时间 我公公她来这里帮我把它割干净 然后她来这里割干净呀 把墙砌好 之前那里都是崩塌的 现在砌得很好啊 看一下我公公砌得非常的好 我种了一些这个枇杷是嫁接的大五星的枇杷 还有那个金黄芒啊 那棵是金黄芒 还有枝子树啊 过来这边是这个樱桃树啊 还有这个是阳光玫瑰的葡萄 还有这个龙眼 还有这个木瓜 还有这个 这个是贵妃芒 那边还有那个樱桃和那个枇杷 然后还有一些梨子和桃子 到时候这里还可以种一点 这里有这里空的 清理了这里就可以种了 到时候这个里面啊 这种树跟树之间 现在还没长大嘛 还可以种一些秋葵 茄子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种一些那个千玺圣女果啊 都可以种几棵在这里啊 还可以种西瓜 都可以种的 这里面的泥土很肥沃 因为几十年了 旁边的泥土是很肥沃的 这堆草是我昨天把它割了 割在这里 放着等出太阳的时候 就把它给烧掉 烧成灰 就直接在这里烧 到时这个泥土也是很肥的 这一棵葡 这一棵枇杷也很好了 特别的好 这几天下雨啊 长势也不错 就是这些水果不知道种不种的好 以后就不知道了啊 现在暂时这样种着 什么水果都有一点 里芝啊 桃子啊 什么都有 到时候呢 我就看一下我这些果树 收成怎么样 因为我平时也喜欢吃水果 然后的话 我就相当于是种好玩 相当于是 有时候可以锻炼身体来淋下水啊 因为果树也不怎么要管的 就是偶尔管那个水啊 还有虫啊这些 有时候我老公他会帮我来放点那个有机肥啊 鸡粪鸭粪的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 为什么要管 到时候这个果园啊 就是可以随意的种了啊 现在果树也种了一部分 到等太阳 等天气好的时候 那堆石头再把它给清理掉 那堆还没有清理完的 清理掉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堆 到时再把它给清理掉 这里还蛮宽 这里还可以种 还可以种东西的 这里 其实这个果园还是挺宽的啊 看一下啊 挺宽的 其实 可以种很多东西的啊 到时候这些石头运出去 这里就更加空旷了啊 这一棵芒果的长势也还可以 这种枝子树长出来的枝子 是用来做瓷巴跟那个种子 都可以的 纯天然的这种 这种枝子还是属于中药材呢 还有那个什么榴莲果树我也买了 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结果 然后我这些水果到后期 我会跟 叫你们更新啊 更新它的长势 开花结果都会给它记录下来 到时候就看 后期的管理了 好了视频我就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果树果园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